超级演说家2018 历时两个月的漫长赛季 历经八轮的残酷比拼 64位演说家粉墨登场 明星 明嘴 明流 众星闪耀 我是开奖嘉宾福守尔 我是黄毅 勇敢地往前走 欢笑 感动 争锋 熠熠生辉 不是读书没用 是你没用 三个字 不要脸 即便是转角鲜鱼 我觉得他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和素质 成为一个演说家 最耀眼 最璀璨的那一颗 只差一个狠字 一个更好的自己 不忘初心吗 靠我的人格魅力 我只能靠着一点信念 只要有一番舞台梦想 别人不会笑你的地方 十个半决赛名额 已经尘埃落定八名 最后两个名额 将在已经被淘汰的56人中 复活产生 今天 超级演说家2018 欲知人家 陈祥兰 寇乃欣 李林 四大剑言官 将从56位已淘汰的演说者中 选择四人 进行复活比拼 争夺最后两个 进入半决赛的名额 他最好的是他浑然天成的那种执着 是不是真的有点像复活的吗 在听完演说的时候 我这个人是酥的 我要复活三个基板 所以我的选择是 所以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欢迎来到超级演说家 2018节目现场 会员免费抢 用户放心够 开启能量 新生活 有请超级演说家 2018建言团出场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超级演说家2018 超级演说家2018节目 由腾讯新闻 腾讯娱乐 能量汇名 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登陆 腾讯新闻 腾讯视频 参与互动 了解独家精彩内容 我是今天的戒严官 玉池 今天的场上形势大不同 介绍一下 另外几位戒严团的阵容 首先在我身边的是 故事收藏机 陈晓南老师 在我这边是演讲 风传13亿的 寇乃欣老师 大家好 还有是今天场上的 女装大佬 李琳老师 还有帕瓦罗蒂 造型模仿秀第二名 张飞造型模仿秀 第一名 最近刚刚剪了头发的 超级演说家学院 执勤院长王超然老师 今天是复活赛啊 太惨了 咱们空着位置 这位建言官 怎么了 他出场必见血 他是带着武器来的是吗 不 这没有人能吵架吵得过他 首先啊 他是一位青年企业家 第二点 他是我特别特别喜爱的 相声演员 他就是现场界跑着吵架最厉害的 有个词形容他 叫是金子总会花光的 总会花光的 我们又请金子 曹云钦老师 请开始您的演说 很高兴又来到这个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也看到很多精彩的选手 他们给我带来精彩的表演 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这看 但是看到玉石林家非常的失望我 我一直以为这些年来呢 你颜值有所提高 但是没有想到 岁月的这个年轮在你身上 雕刻的越来越深了 听说今天是复活赛 其实我对于复活这个概念 是非常的了解 因为每周我都要复活一次 怎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作为演员 艺人其实大家不太了解 认为我们这行动动嘴 在镜头前说说话演演戏 就挣钱了 钱就装兜里了 其实也不是 我们也交税 还不少呢 对对对 他们几个我不知道 我是都交了 这个除了演出以外呢 还有演戏啊 其实我们这个 对于体力要求是挺繁重的 每周啊 到了周末的时候 我就感觉啊 体力槽就快没有了 我每周靠什么方式来复活呢 就是周六的时候 我会带领我的团队听音轩 然后在喜剧现场 演一场相声 下午演一场 晚上演一场 这个大家说 你不还是在工作吗 但其实不是的 我不把这两场演出当作工作 我是把它当作站在舞台上的一种放松 到周日的时候 我就经过了一次复活 还有就是特别累的时候 我就看看我的女儿 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复活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 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希望所有复活的选手 能拿出他们最好的水平 也希望今天所有在场的观众 把你们的掌声不要吝息 奉献给今天每一位复活的选手 谢谢大家 我是曹金金 好 刚才提到那一幕 就回去看一看女儿 就一下儿重生了 多累都重生了 你也有女儿吗 我没有 我看别人家女儿 都是看18岁以上的是吧 是是是 就重生了 但是你知道 刚刚云金讲的这个复活呢 还没那么彻底 是因为你没死透 还没死透 对 因为他每天累 没有累到那个地步嘛 所以他的这个复活的定义 感觉上就是 重新得到力量 那你太不了解我了 我近一年生病啊 基本上大的医院 我都去过了 而且我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我每天都吃 基本上超过六种到八种药物 靠人生掉着命 很伤胃的 少看人喜攻略 所以你人生够苦就对了 对 我说话的时候 你应该说奴才在 他是一个体力贼好 而且贼扛动的人 我跟你们说一个点 其实我们俩见面的时候 聊天还在说 五六年前 我们在一起演出的时候 夏天 我们在后台 空调的柜机打到18度 三匹 大柜机 三匹大柜机 空调打到18度 我得穿着大罐陪他聊天 他穿一跨栏背心吃着冰棍 他就这体力 但是这两年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太劳累了 就是这个人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我原来真是想说 像他说的 我那体格 穿一跨栏背心 他们穿着 提前 晚上七点半才开演 六年钟大罐就都穿上 穿上以后外边还皮夹克 我有同学上我们家去 都自己戴着夹克 夏天都是 因为受不了 因为我身体特别好 贪量 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我现在每天睡16个小时 天哪 玩得厉害 所以说这个 好开心的生活 所以我其实已经死透了 我要再死的话 基本上就复活不了 所以你非常知道复活的感觉 对对 但今天场上的复活呢 是自己不能决定复活 今天必须是由决策官 加上我们建言官决定 他能不能复活 是的 这种把复活的权利 交给别人的感觉 其实还蛮恐怖的 你还是赶快接招比赛 好嘞 复活赛 四位拥有复活权的建言官 将从上一阶段 淘汰选手中 分别选择一个选手复活 并与之自动绑定成组合 根据抽签结果 分为两组进行PK 在演说者演说过程中 现场决策官 可以进行实时投票 演说结束 则投票通道自动关闭 现场的四位 非战建言官 拥有投票权 对战的两位演说者 全部演说完毕 对应绑定的建言官 可以通过拉票的方式 抢夺四位非战建言官 手中的票数 建言官与决策官 同票同权 两次投票结果相加 最终 获得更高票数的演说者 将顺利进入半决赛 最终 将由两位演说者 成功复活 与第一阶段 胜出的八位单期冠军 共同决出 总决赛名额 复活赛即将开启 你 准备好了吗 根据之前抽签的顺序结果 第一个出战的是 李琳 你举荐的人 请你到中间 用一分钟的时间 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选择了他 好吧 来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选手 就是老师群体中的 一抹亮色 他是一个个子不高 戴着眼镜 圆圆的脸 梳着小辫的 一个很萌的英文老师 他又是一个表演欲 非常强的老师 他希望让他的每一堂课 都精彩起来 让他的学生们 把那些个枯燥无味的知识点 都在潜移默化中 学习到自己的心理 这位明白老师是谁呢 就是今天我要推荐的 英文老师 演说者杨夕 压力 能够让我们迅速成长 并且飞奔着 去迎接更大的世界 和他所带来的挑战 在你漫长的人生当中 不断地提高自己 让自己能够每天再进步一点 请你环顾你身处的时代 正是你周身的压力 这个演讲还是不错的 也有例子 也有声动 也有包袱在里面 前面的十分钟 七分演 三分讲 因为我觉得你表述 特别流畅 我客人特别喜欢 我觉得挺好的 特别特别喜欢 紧张吗 太紧张了 没关系 怎么着也比女子更加好 我要紧 没有的 开个玩笑啊 加油啊 放松啊 来 好 杨夕 请开始你的演说 大家好 我叫杨夕 是一个英文老师 咱们很多的女生啊 都喜欢包 那么男生的话呢 也会为她的女朋友 不遗余力地去买包 有人问我 你给你媳妇买包吗 我说我不买 包嘛 贵了 你买不起 便宜了 你媳妇瞧不起 一个不小心 把牌子买错了 大家瞧不起 但是呢 我自己动手做 如果你有机会 你到我家 你会看见 我虎背熊腰地 坐在那儿 穿针引线 缝包包 有人说 你就是怂 你这是怕老婆 对 我就是怕 但是我把这种精神啊 叫做乙方精神 什么叫做乙方精神呢 我老婆是贾方 我是乙方 乙方就必须要 真情关爱 随时服务 24小时随时在线 能满足尽量满足 不能满足 创造条件也要满足 贾方 永远是对的 现在的社会当中啊 我们有很多的 贾乙方关系 唯独只有一种关系啊 我们很难 看到贾乙关系 叫做师生 老师这样的一种职业 是非常奇特的 很多人都觉得 说老师嘛 就应该有高高在上的感觉 一定要给人一种距离感 一度 让曾经年幼的我 一直怀疑 我的老师 是不是大脑里边 有个硬盘 腰后边 有个插座 充电五分钟 捞到两小时 所以我在想 老师会不会有 其他的形象 在我读书的时候 我自己就碰上 这样的一件事了 当时我的老师告诉我 作业 各位同学 一定要做 你就算不会 你也要做完 你可以问 有一天晚上 作业做到大概 快十一点钟 发现有一题不会 我说得问问我的老师 思前响后 电话打通了 我说老师 我这一题不太会做 怎么办 我老师当时非常的耐心 他说 杨夕 现在呢 晚了 老师在休息 要不你明天 上课前 拿过来问我吧 我说好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我把作业 拿到老师面前 我说老师 你看这一题 昨天问了 不会 我老师突然 脸就一绷 你干嘛不做作业 嗯 我不是告诉过你 作业要做完吗 我说老师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我说我不想听你解释 下去 你不想听我解释 你干嘛问我为什么 打那天开始 我再也没有问过 我这个老师一个问题 一个没问过 从此我开始讨厌这个学科 痛恨这个科目 最后 数学 变成了我人生的短板 也许对于我的这个老师来说 他只是单纯的 显了显威风 但是对于我来讲 失去的是什么 我曾经想学医 知道医生要学数学 撤 我想学经济 后来知道学经济 也要学数学 撤 我还想过要当科学家 结果人家告诉我 科学家 你得会高等数学 再见 我最后的选择是 我最后的选择是 不需要学数学的 语言专业 所以老师如果说没有 乙方精神 见着学生的面 我就开始随意地责骂你 随意地斥责你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 你并不仅仅是在炫耀自己 最重要的 是你把学生对你的期待 拒之门外 后来我当上老师了 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 有乙方精神的老师 2012年的夏天 一个晚上 凌晨四点多 我接到一个电话 19岁的女孩子 在美国 碰上那几天了 她那个时候 可能自己有提前查过 但是在药店里面 买的用品 根本就不适合 未婚的中国女性 她第一时间 选择打通了我的电话 我突然惊醒过来 看见是美国的电话 第一反应 跟绝大多数人是一样的 我说你有病啊 这几点了 电光火势的那一瞬间 我突然发现 我的内心独白 跟曾经骂过我的 那个数学老师 是一样的 我是一个没有 乙方精神的老师 我镇定了一下 电话上跟她说 我说孩子 这个问题有点难为我 因为我是个男的 但是我答应你 十分钟 你给我十分钟 我一定帮你解决 这个问题 我赶紧清醒过来 打开电脑 上网开始查 这东西到底要怎么说 这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问题 大家想不就是个单词吗 但如果我们转过来看 一个女孩子 支身前往国外 父母不在身边 同学都是外国人 碰上特殊的时期 内心难免是 极度敏感 极度焦虑 极度绝望的 但是这不能怪她 在那样的时候 她能想到把电话 打到老师这儿 我是荣幸的 所以身为一个老师 我们不光 要有严谨的教学 精益求精的教学 同时我们需要有一种 以方的精神 以此为生 必经于此道 我们能够对得起 我们的学生 给我们的寄托 他们的梦想 以及这些学生的未来 所以作为老师 我们不光要有 精益求精的教学 更要有服务学生的 以方精神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杨夕已经完成了 她的复活赛演说 现场的各位决策官 是否支持杨夕 最后的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好 决策官的投票通道关闭 我们先不讨论你的支持率 最终拿到多少 听了感觉如何呀 曹老师 我觉得 她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不仅仅适用于老师和学生 我觉得其实适用于 现在所有的 这个社会上的人物关系 其实她更说的更多的是 在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应该多一份理解 还多一份善良 大家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有时差的问题 晚上打电话来 你会觉得 你怎么吵到我的休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那一个刹那 在那个时间 她是真的没有人帮助了 而且她肯定是觉得 你是最重要的人 你是可以帮助她的人 其实就是让我们 对待身边所有的人 应该拿出来更多的耐心 然后拿出来更多一份的善良 我倒恰恰觉得 因为教育和其他 任何的商业行为 是不一样的 它里面有人 有爱 对的 有智慧 有生命 所以我觉得 甲方和乙方的这个 概念 不太走我的心 那一个老师 注意倾听自己的学生 不是一个服务心态 其实你想表达的是好的 但是这个论点 我觉得它一个是绕 皮头皮后 还有一个放在教育这个里面 我觉得不是太恰切 还有一个小问题 你站在这儿演讲的时候吧 你在不断地走动 可能也是我觉得 没有那么打动我的原因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其实她的这篇演讲 我觉得当校的时效性 就是为了提醒 我们大多数的教育人员 不要一言堂惯了 真的要聆听一下 学生们的心声 好 那谢谢杨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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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老师 加油 加油 好了 李琳举荐的杨夕 已经演说完毕 男欣 现在是你举荐的人 要面对大家的时刻了 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她 今天我举荐的这一位演说者呢 他在这个舞台上说了 她人生最不堪 也最痛苦的一段记忆 但我非常欣赏她是因为 她在这个舞台上 让我们看到的是 她没有恨 她愿意反省自己 而且她愿意 重新找到幸福 我特别希望 能够让这样一位演说者 在这个舞台上 把她的经验 跟她的智慧和大家 有再一次分享的机会 她是今天复活赛上 应该是唯一的一位女性 但我衷心地期待 接下来这位演说者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 得到各位 发自真心 值得的肯定 让我为各位请出 我推荐的演说者 杨璐 男人刚毅打天下 女人柔美争四方 我要丢掉男人婆的帽子 怎么美就怎么做 首先要做女人 征服世界的不是只有男人 其实真的不是 外表那么浅默的优势 同意吗 同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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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璐 请开始你的演说 我特别喜欢一首歌 这个歌的名字叫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睡眼昏沉 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对老 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呢 是不是 也像歌词里说的那样 老了 头发白了 走不动了 才叫老呢 但是 当今社会 确实有一群这样的女人 她们头发也没有白 身强体健 可是 就是因为年岁 比那个二十出头的青春美少女 大了那么几岁 就被这个社会 恶意地冠名叫做 老女人 是不是一听到这三个字 就会想到 又老又丑 没有吸引力 没有价值 没人要 我从02年开始 关注女性的成长 到现在整整十七年的时间 我经历了无数无数的案例 最悲催的是 故事的主人公不一样 可是故事的内容一模一样 都是因为一个老字 闹出的血案 2016年 我去救助一个 因为男朋友跟他 谈分手 而哥伙自杀的一个 女性学员 我坐在他的床边 他死死地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我跟了他六年 我把我所有的青春 所有的美貌 所有的金钱都给了他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除了老 他那个时候才29岁 你说29岁老吗 可是在很多男人心里 在我们女人自己心里 29岁 他就是个老女人 2017年 我刚下课 一个女人 窃窃地走向我 悄悄地跟我说 老师 你能帮我吗 我老公天天喝醉 就打我 每天把我打得半死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一听被打 家暴 我就火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 当他听到离婚二字 一脸的惊恐 绝望地对我说 老师我不能离婚 我不能离婚 我老了 我还有个孩子 我不能离婚 话没说完 跑了 然后我没忍住 冲着他的背影喊 我说那你就回去 跪求你的老公 看在孩子的面上 别让他再打你了 就是因为一个老字 我们女人就觉得我们老了 不值钱了 没人要了 我不能走出这样的生活 因为一旦离开这个男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谁去 没有后路 然后他宁愿割腕自杀 放弃自己的生命 宁愿再回去继续被暴揍 这些噩梦 藏在我们女人心里 月月年年 真的是一代又一代的 折磨着我们很多很多的女人 让我们不得不要去保持一种 少女的样子 我们倾尽所有的财力 所有的时间 去医美 去疯狂减肥 只是为了 想让自己 在很多男人眼里 在大家眼里 我依然是个青春美少女 依然很年轻 依然有价值 中国女人怎么了 为什么那么惧怕衰老 为什么那么害怕皱纹 为什么不能像 很多很多西方女人那样 活得那么潇洒自艺 我觉得 中国女人之所以那么惧怕衰老 根上的原因是 大多数中国男人 单一的审美情趣造成的 特别多的中国男人 他们的审美情趣就是 我喜欢鲜的 嫩的 小的 年轻的 貌美的 漂亮的 没有办法去接受女人的皱纹 男人很难去突破女人的长相 年纪 然后安静地去看到女人的内心 更不会有时间和闲功夫 去跟我们去沟通思想和灵魂 另外 我觉得 跟社会 主流媒体 对舆论的引导是有关系的 当她 去评价一个女明星的时候 用的更多的词是什么 动灵 女神 不老 女神 保养到位 好像很少去关注她的演技 或者她的内涵 这个重要吗 不重要 只要你保养得好 只要你动灵 就是最棒的 亲爱的中国男人们 我们能不能稍微稍微地改变一点 我们的单一的审美取向呢 可不可以多多地去关注 去接纳 去喜欢 甚至去爱慕 脸上有沧桑 眼睛里有故事的女人呢 可不可以学会去欣赏 每一个年龄段女人的美和内涵 同时 我还想呼吁这个社会 请你 放下对女人年龄的恶意 改变对女人年龄的偏见 请善待那些正在 奋力的 努力的拼搏 和精彩绽放的 并不老的那些老女人们 最后 我还想呼吁我们女人自己 不要害怕 不要因为她们的这些恶意的评价 让我们不知所措 女人变老 没什么错误 最错误的 是我们女人内心 去接纳这种老 困住我们的 只有 我们自己的内心 还有我们不想改变的思想 谢谢你们听我演讲 我是杨璐 我是一个不再年轻 但是并不惧怕衰老的老女人 现场的各位角色官 对于杨璐的演说 你们是否会投下支持票 来 最后5秒 4 3 2 1 通道关闭 曹老师 你选 多大年纪的女孩子 我觉得这个演讲话题 太沉重了 其实社会也没有那么黑暗 其实我觉得 你说是这种可恶的男人多 还是在家里边 怕媳妇的男人多 曹老师 您这个有点转移话题了 不不不 还是没回来问题 第一来说 我只有三十几岁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 我五十几岁的时候 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但是呢 我是这么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块更多的 除了颜值以外 还有一情怀 还有就是事业上的一份帮助 你到底喜欢多大的 他们非要把你这事给你问出来 我其实跟多大没关系 我觉得主要这东西得是感觉的 对 那我知道 这样问 你觉得女人超过多少岁算老女人 老女人我觉得得55岁吧 这联合国没有具体规定 有有有有 55岁退休啊 这不是联合国规定 这是网国规定 对啊 今天我们小庆姐妹在现场 小庆姐妹在退休的哦 其实我觉得杨卢老师 今天说的一点我非常喜欢 这是一篇带有您真情实感的 和您多年从事女性培训经历的 这么一篇演讲稿 演讲技术本身来说 我觉得您比上次 有非常大的进步 我相反喜欢她上一场的表现 你把这个话题说得太悲愤了 因为女的老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现实 不管人家说你是不是老女人 你其实想表达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很从容地 接受这件事情 那么你应该其实给出 更多的论据新的发现 或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而不是特别悲愤地说 现在中国男人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 这其实反倒是一个 不从容地接受这个问题的态度 我倒不主张说 你们不能说我老 我就一老女人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就是你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是一个老女人 也没有关系 我认为什么是老女人 她自己觉得自己是老女人的话 她18岁 她也是个老女人 这是我的感觉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 马格尔一些 不太愿意活动的女士 30多岁 你跟她一说什么 哎呀 今天很漂亮啊 她说哎 哪里老太太啦 对 好多人是这样自己给自己的 对 这是句客气话 你明白吗 其实是心里高兴的 哎呦 你最近可年轻了 哎呀 都老太太啦 不不不 这种客气对于玉池林家来说 是一种自保你知道吗 别对我有想法 老太太了 不要这么要微信 我已经是老太太了 是这个意思你懂吗 那我明白 那对话应该是这样的 比如说哎呦 就是真漂亮啊 哪里老太太了 哪 您今年40多吧 男人在讨论一个话题的时候 比如说玉池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有的时候男人就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哎 不想小孩 是不是也会这样对不对 对于喜欢18岁的男人 我只能说你实在太有耐心了 我真是为我哄你 女人到了一个年纪才有风韵 才有智慧 才能做你的肩膀 才能做你的节语花 才能挺你 不会造成你的麻烦 其实女人有年龄多好 其实今天准编这篇稿子之前 我有特别多的压力 因为好朋友看了我的稿子都说 你会开罪一帮男人 然后你肯定会被很多人diss 然后你会被黑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痛快 那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个人 要PK一下 最终的结果了 来 我们再把杨夕请上舞台 请上来 不服老的大女人 自称怕老婆的小男人 谁大谁小 眼说台见 二位在复活在眼 说的决策官得票 杨夕得票72票 杨禄得票75票 两人相差3票 四个非战舰员官 每人一票有4票 这就刺激了 这就刺激了 杨夕在这里获胜的唯一办法是4票全拿 杨禄再拿1票就必胜了 所以现在就请二位发挥所长 从我们手里面讨一讨票 我们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我的 我觉得你 记住林佳你先记住 你现在这副茄茄的多久 你现在你看我们的 记住记住记住啊 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像乃欣刚才说的 两个人今天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 我觉得杨夕身上还有很多可开掘和可挖掘的点 她在演说的路上会更有进步 会更长久 我们说末期少年的年少就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她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 但是我还是说就算你赋予杨禄老实 我觉得虽败有荣 什么举荐人呢这是 我觉得四位非战建言官 要复活一位女性的演说者 是我今天的初衷 是是是 我很希望杨禄可以走下去 我希望她能够讲更多女性的话题 所以我会特别希望几位建言官 如果两位都差不多好的话 你都很喜欢 请把票给杨禄 嗯 这话说得好 是金泽总和花光的 花总 二选一 二选一 你先来 第一个来没有危险 也不得罪人 我投给杨禄 因为什么呢 你想啊 我现在投给你了 这个后面没悬见了 我得把这个悬见留给他们三位 社会经验很丰富吧 比尖的还剩 比华的还好 该你了 小男 小男姐 我是不是也没有危险 我投给杨禄 我们让悬念留在最后 我投给杨禄 各位 在最后一位建言官要投票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票数 现在二位杨都是75票 所以最后一票的投出 在超级演说家学院执行院长 王超人老师的手里 你投出这一票 决定着二位杨的命运 我们把时间给超人 从两篇演说来讲的话 其实演说的技巧旗鼓相当 从内容上来说的话 我很期待杨禄老师 能在下一篇演说 为我们男生某一点福利 所以我选杨禄老师 恭喜杨禄进入半决赛 来请进入你的晋级通道 加油 杨禄 这是2018的超级演说家 你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 杨禄 您的临别赠言 好嘞 实际上 《老大生演说家》 确实也是我的梦想 不管是书还是赢 对于我来说 每一次都是一种经历 这种经历让我感觉 我非常的幸福 今天又重新来到这里 一方面想要拉近一下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想要通过我自己 身体力行的行为 告诉我自己的学生 说终身学习这件事情 是可以做到的 我现在才坚持了12年 我会有22年 32年 52年 直到我95岁以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非常优秀 杨禄 非常优秀 杨禄 非常优秀 谢谢 我真的觉得杨禄应该还有很多面向 是可以被激发的 所以我对他充满了期待 一方面我觉得他任重道远 因为他现在在从事的工作 真的就是可以帮助很多的女性 自觉跟成长 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所以我会希望呢 有演说能力的女性 能够担当起这样的责任 把更多女人需要听到的声音 甚至是男人应该听见 我们女人的心声 讲给大家听 我在这个就算过半了 该到我们俩的举荐人 出来对决的时候 没错 根据抽签的顺序结果 首先是小楠举荐的出场 所以小楠姐 请先向我们介绍一下 我要介绍的这一位 真的不一定是 最能言善辩的一位 可是我敢肯定 她是最独特的一位 她自称厄伦春春花 她从远方 从草原 从原野向你走来 长长的头发 她的心里住着大兴安岭 住着一颗 很炽热的 很奔放的 很不安分的心 上一次呢 她给我们讲了 她自己的故事 她说她来到了北京 开始了一段 兵荒马乱的生活 两年 换了27种工作 但是即便是这样 这个来自草原的年轻人 在北京的街头 找到了她心中的草原 所以我特别感谢她 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复活她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 把一片极其特殊的草原 带到了我们 今天的这个舞台上 接下来让大家一块儿 给我掌声请出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很酷的 但同时又很萌的 摇滚青年 纳日苏 有请 很多人就劝我离开 说你回家 会有更好的生活 考一个公务员 升职加薪 迎娶白富美 走向人生巅峰 你来北京 只是在逃避 你的家人还是没有认可你 你觉得得到家人的认可 就是你人生的目的吗 我觉得我需要得到 世界的认可 如果在这个 艺术创作的道路上 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呢 最终没有得到全世界认可 但我开心了 大家觉得这个世界上 多一个小开心 你自己认可自己 对吧 对啊 咱们站上来 七场已经赢了 我就不多说了 有请 好 纳日苏 请开始你的演说 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统计 全球大约有七亿只狗 而这七亿只狗当中 有70%是流浪狗 它们其中有的 因为没有充足的食物 横死街头 有的成为了动物虐待者的受虐者 有的被人端上了盘中餐 你觉得这些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你的每一次购买和你每一次的默然 你一样也是凶手 我在大学的时候 是学了那个可以拯救世界动物的专业 兽医 然后我又从事了两年这个职业 近些年啊 随着这个爱宠人士越来越多 大家开始对纯种狗无比的追求 而这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很多的纯种犬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 作为繁殖犬 它们的一生都在不停地 但是 它们基本上都会有内脏的一些问题 也有营养不良 还有骨骼 还有最可怕的是精神问题 从来没有人会去考虑到这些 我之前在做兽医的时候 我每天接触的最大的两种客户 一个是贩卖动物的这种狗场 还有一个是流浪动物的保护救助站 它跟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可以作为一个类比 这个贩卖狗的这个狗场啊 就是玩黑帕玩嘻哈的 流浪动物保护救助站 可能就是玩民谣的 这些玩嘻哈的来 我们这狗贵人啊 你得给好药 你得好好给我治 你赔不起 然后流浪动物保护站 我们这个捡来的 您给打点折吧 你看这小狗多可怜呢 唉 这就是我最大的两个客户 我不能说谁更爱动物 谁是在对动物的是一种伤害 但是我可以说 流浪动物保护救助站 它们在每收到一个动物的时候 它们都会给它做全面的检查 而且这种混血的动物 可能会比更纯种的犬更健康 我又想不明白了 你们为什么喜欢混血的人 你们不喜欢混血的狗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天津堂锅2015年8月12号 那场大爆炸吗 我当时的宠物医院 就距离爆炸现场不到三公里 而旁边呢 是我朋友做的一个流浪动物救助中心 它在那里收养了一百多条狗 这一百多条狗呢 是由我们几个志愿者 还有它 我们轮班去照顾 但是那场大爆炸 让我们那里受到了很大的重创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虽然我做兽医做了两年 我救助了很多流浪动物 差不多四十多只 然后我也亲手地 埋了一些因病去世的狗 大概二十多只 我已经看惯了这些生理死别 我觉得我不在乎了 我觉得我没问题了 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家的默然 我辞去了这个工作之后 我开始去寻找我自由的生活 我不是为了别的 我一直想再找一个表达的出口 今天呢 我站在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 我呼吁大家 动物不是商品 不要去买卖它 如果你真的喜欢动物 你可以去帮助那些 真正的受了伤害的流浪动物们 如果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 都有了自己的家 那我们的世界 是不是会变得更加温情 美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南尔苏的演说 好 各位决策官 南尔苏的演说 是否支持他 你们最后的投票时刻到了 来 最后五秒 四 三 二 一 好 决策官的投票通道关闭 现在先不给看 好吧 谁的孩子谁最爱 小南姐先说说 那我觉得没毛病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他今天讲的 不是一个普通的说 爱狗人士怎么样爱狗 这个问题 他今天其实讲的一个论题 是说你养狗 你以为你真的爱狗吗 对 这个论点其实是让我们有心知的 和心角度的 甚至是有点意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们家院里啊 有好多流浪猫 冬天的时候它特别冷 我给它买了一个狗的那房子 给三只流浪猫买了一只狗的房子 里边给它铺成一个垫 那三只流浪猫都会上这个 那个房子里睡觉 我就会把这个家里边吃剩的菜啊 然后没有剩菜的时候 就给它抓把猫粮 刚开始啊 这个猫是不能看见人的 我一开门它就跑 现在就是我开门它也不走 我放这个石盆的时候 它就基本能在这个位置 能这么近 这个是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才建立的信任 所以这么说 你应该对我们演讲很有同感了 演讲是很有同感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让社会各界 更关心小动物的话 应该从你们自身做起 就是养狗的人要注意你们自己的素质 作为一个爱狗人士 你要在社会上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让大家觉得 它的主人 它的朋友 是很有功德心的 然后呢 大家也会对这个小动物会特别喜欢 其实在这部分 应该加一些演讲演说的内容 因为这次我想 就是我希望主要是买卖和收养 这两个这两块 然后那个下一期节目呢 不会 不会有下一期 有可能有下一期 春花说这个我特别有感受 是因为我两年前嘛 我去我当时的一个朋友的家里 他养了一只折尔猫 我说你们家猫真可爱 折尔 折尔啊 就一直坐着 我说你们家这猫怎么一直坐着 我说你不知道吧 李莉 你不养猫吧 我说我猫猫过敏 我从来没养过猫 他说这是病 对 他说这是所有的 纯种的折尔猫 到晚年的时候都会有的病 是它一种遗传病 它的骨质僵的 骨质僵硬 它只能坐着 这就是所谓 纯种动物的遗传病 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善 对对对 纳日苏 你有犯了一个呢 很巨大的危险 就是你把嘻哈跟民谣 都拉下海了 你今天讲的重点 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我们不应该买卖动物 这其实是害它们 对吧 但是当你在比喻的时候呢 又把另外两个族群 拉进来说 这是好人 这是不好的 这是有钱的 这是没钱的 这是个很大的危险 就是担心会有的时候 你会误伤无辜了 或者譬如说嘻哈的这群人想 我们怎么就是那个买卖动物的人呢 你懂我意思吗 我明白 因为我呢 我是有发言权的 因为我也 在音乐圈 对 我有民谣和嘻哈的很多的朋友 所以说我去调侃这件事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别人说 那我肯定不行 我就是那个剪盘侠 我喷的 自己家孩子自己怎么说都行 对对对 别人说不行 好嘞 谢谢纳尔苏的演说 稍时休息 谢谢 好吧 别紧张 别紧张 你怎么都颓丧了 你扣什么手指头啊 宇齿林家 就是我害了他 好吧 那我 那我 我就去啦 谢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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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今天穿的也是绿色 是 我基本上不会 包括脱口袖等等的 不会穿绿色的衣服 今天复活赛 代表自由 代表着生命 代表着活力 代表着希望 这是很好的色 今天呢 我错误地站在了 我在这里 他们让我 举荐一个人 来参加副国赛 我没有想到 要有那么多 正义凛然的理由 我是觉得 我有这个权利啊 栏目组给了 我们四个人 这个权利 举荐一个人 可以进入副国赛 后来我想想 可就是 我硬编了几个理由 首先 他给我有亲人的感觉 然后第二点 特别简单 他个子没有高 长得没有好看 一会儿万一他赢了 站我身边 显得我好看 什么啊 对吧 非常的朴实 这些原因 总而言之 就是我喜欢他 所以我选择他 举荐他 来到这个舞台上 参加这场副国赛 来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掌声有请 邓律师 邓哲先生 现实的压力 像暴雨一样倾泻过来 避无可避 没有外宁能帮我 抵达这些压力 我只能吃身一口 我看不清前面的路 只有一点点隐约的方向 和模糊的辉光 我只能靠着一点信念 朝着了威光 拼命跑 一直跑 就像 跑过那一段碎了 邓哲 我个人认为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表达人 我听出了一种浪漫的感觉 太像一个散闻朗诵 对 施朗诵的感觉 闻迷很秀美 小邓啊 小邓啊 这样啊 我就告诉你 今天这个比赛的重点 今天现场角色官有96票 现场戒严官有4票 这4票咱不惦记了 就是基本没有戏拿到 咱们就争取那96票 能拿满 我觉得就赢定了 好吧 好 那我就先 谢谢你 先落座了 邓哲 请开始你的演说 大家好 我是邓哲 一球无价宝 难得有勤囊 黄金有价 情亿无价 从脚到大 我们看的电影 小说 我们接受的教育 都是情亿无价 真的吗 一般人觉得 情亿无价 是因为 他没有看到 价在哪里 今天 我想用律师思维 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价在哪里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用律师思维呢 因为专业思维 是一种方法论 他用方法论的眼睛 去看世界很多问题 会打开一扇新的门 我们经常讲 现在是一个 速朽的时代 以前是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现在呢 离婚率高得像A股的 换手率 你和你的朋友 如果超过半年没联系 再见面 就得重新走一遍 刚认识时候的程序 好像 维持一段稳固的关系 越来越难了 可是 一段稳固的关系 究竟靠什么来维系 是靠金钱来维系吗 还是靠感情 是靠付出来维系吗 还是靠索取 我觉得 以上这些立场 全错 正确答案是 靠对价来维系 对应的对 代价的价 情义有价 这个价是对价 什么是对价 对价是一个源自于 英美合同法的重要概念 它讲的是 你获得好处 所要付出的 对应的代价 或者承诺 平常我们做买卖 做交易 签合同有对价 很好理解 但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需要对价吗 不谈钱的场合 也需要对价吗 没错 脑外经常说 I own you 我欠你一个人情 人情最大的作用 就在于它本身 就是一个对价 它是要还的 社交关系是这样 亲密关系也是这样 爱情 为什么浪漫 因为我爱你是 不需要对价的 我们经常讲 我爱你 和你无关 但是谈恋爱就不一样了 分手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 以前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否定三年 说我闲 什么意思 你没有给我情绪价值 没错 情绪也是一种价值 开心快乐甜蜜 也是一种对价 如果给不了这些 这个恋爱 尝不了 到了结婚 就更不一样了 离婚的时候都怎么说 以前说 要摘下星星给我 摘下月亮给我 现在给我的 只有奶孩子做饭 围着锅台乱转 说明什么 不是你有了丈夫 或者妻子的身份 就天然可以得到尊重 得到亲密关系的 这个尊重 这个情感 是要靠你认真旅行承诺 靠你一分一分正回来 你可能会说 连感情都要讲对价 真没劲 但在我看来 恰恰相反 绝大多数事情 靠对价来维系 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 讲对价 说明懂回报 这个世界上 没有天上掉馅兵 没有谁天生要对谁好 你可以无条件对我 但我不能觉得 理所当然 我要有回馈的自觉 我要用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价值 来换 才能安心 第二 讲对价 说明讲平等 为什么要团对价 因为我不能偷 不能抢 不能抢买 抢卖 因为你的好 始终在你手里 我不能强求 我只能和你商量 和你妥协 用我的真心 换你的诚意 如果我不仁 就不能怪你不易 第三 讲对价 说明有诚心 我们中国人 往往羞于谈对价 总觉得一谈就是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告诉你 我把你当什么人 我把你当重要的人 因为你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要争取你 所以我希望你能接受 我的对价 你收到的 不仅是一份对价 还有他背后那颗 真诚的心 所以各位 我们不是在讲 情意是可以拿来卖的 我们是在讲 要讲对价 才靠谱 要讲对价 才长久 而明白 感情也要讲对价 是一件好事 著名法学家梅英说 社会的进步 就是一个从身份 到契约的过程 学会交换 学会妥协 学会怎么给对价 不仅能让我们 收获一段 更稳固的关系 还能让社会 朝着文明的方向 更进一步 谢谢各位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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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截止投票 各位决策官 邓哲的这段演说 是否支持 现在最后的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你不能故意 拉长时间 我看大家没有 长过女儿呢 对 就那个 行了 一吧 通道关闭 我觉得他现在 唯一他的缺点 哪有 就是找了你 找了你这样的导师 剩下没毛病了 这个邓老师 你怎么会找这么一个人 当你的推荐人呢 我觉得刚才在这个舞台上 我看了四位 四位的演说 我认为你是最棒的 逻辑清楚 表述 明白 信息量够大 对 整段的演说 它包含了一个 其实是一个大话题和大爱在里边 他说了说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是怎么样更靠谱 这样的一个演说呢 我就觉得 是一个通过思考 逻辑性清楚的人 可以表达出来的 你非常之棒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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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给干货 而且层层推进 而在层层推进的过程中 他会提出问题 抓着你再往下解决问题 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他其实讲的是 我们自己思维当中的 里边一个很注意 应该注意的问题 就是道德绑架的问题 就是说 你应该是这样的 你难道不应该是这样 其实这种对价 它是用一个新的词 一个新的概念 解释了我们熟悉的东西 这我觉得是特别好 它有智力的乐趣在里面 所以确实是特别好 那我想办法 看能不能挑点刺 这一篇论点呢 其实最大的危险 就是让很多人觉得冰冷 对吧 觉得把情意拿来讲对价 我们觉得好不美丽 好不浪漫啊 如果我是你 最后我会再加上几个 助推的这个唐一 譬如说 什么叫对价呢 将心比心是对价 心心相应是对价 因为这是两颗心嘛 我爱的人也爱我 这也是对价 我最后会说 其实我常跟我老公讲 你可以不付我钱 我所有对你的好 你都可以不付费 但你不能不知道 我的价值 其实这就是对价 但如果你是男生 你反过来说 会更动情 我会对我的老婆 或对我的女友说 你对我的一切好 即使你没跟我要钱 我也不会忘记 那有至高的价值 全场的女人都觉得 太有温度了 太美丽了 太浪漫了 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棒 现场决策官的票数 我们现在先不揭晓 我们把纳尔苏 再请回到舞台之上 律师遭遇春花 理性PK性感 谁将真正击中听众内心 两位的演说结束 票数我还没有揭晓 要留下悬念 现场有四票可争 我们要拉票 你们得拉 站在你们的选手身边 和自己的队伍站在一起 我觉得纳尔苏是不可比的 他是不可复制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 能够把他留住 让他继续在这个舞台上 用他自己的人格的魅力 来给我们带来 更鲜活的一些观点和故事 谢谢你们 好 我觉得 邓哲的演说家的舞台上 说自己的故事的 演说者太多了 说别人的事 从别人的事 获得自己的启发 转化成自己思维的 不够多 邓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重要的是 他在这么多的 面对法律案件的时候 他见到的是 我们人性里边 特别极端的一些呈现 把那些呈现给我们 用他的语言 他的逻辑 他的嘴告诉我们 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件事 所以我选了他 我也希望各位 其实我真的不太在乎你们四个 哎呦 哎呦 无所谓 但是我求求你们了 我觉得真的好难得一个人 能让玉池林家 在这个台上 说那么长时间的正经话 天哪 那咱们就来吧 现在请四位 接员官开始投票 从王院长那边开始 无爱无师 无更爱真理 所以我的选择是 邓律师 谢谢 我特别愿意替超级演说家 留下一个 与众不同的演说者 所以我的选择是 纳日苏 单纯从演说和演讲 这件事来说 我是有能力帮纳日苏提高的 但是也单纯地 从演说和演讲上来说 我有很多地方 是不及邓律师的 甚至我觉得邓律师 在某些方面 应该做我的老师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这一票 我要投给邓律师 在这个舞台上 我就看得到 邓律师游刃有余 你有碾压性的优势 我把这一票 要投给邓律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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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可以坐下了 走 其实目前 纳日苏拿到了一票 邓哲拿到了三票 二位在复活赛演说的 决策官得票 邓哲74票 最终结果邓哲77票 拿尔苏67票 邓哲胜出 复活进入半决赛 周贺 谢谢邓哲 恭喜 请进入晋级通道 拿尔苏 现在是你的时间了 最后一次 你能站在超线车家的舞台上 跟大家唠一唠 我觉得其实我上一次 讲自己的经历 然后这次讲流浪动物 收养这些事儿 都是我想说的 然后我也没什么后悔的 我也希望大家听了我今天的演讲之后 能真的去关爱我说的那个群体 然后也关爱关爱我这种群体 好 谢谢纳日苏来到超级演说家 我们记住你了 谢谢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挺不错的 他依旧保持了他的那种 我觉得非常自然的 很独特的这种表达方式 非常真诚 那这个表达不一定非要在一个 演说的一个比赛的现场上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只要一个人他有着对这个世界的 一番热忱的初心 想要改变点什么 想要表达点什么的初心 我觉得他都可以感召到非常多的人 到这儿 今天我们的复活赛终于有成果了 由两位演说者成功复活进入半决赛 我们再次请他们二位出场 好了 在这里复活赛再次恭喜郑哲 还有杨璐 重生复活进入超级演说家2018的半决赛 恭喜二位 半决赛见了 半决赛见 也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超级演说家2018 谢谢我们的金子 谢谢 下期再见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超级演说家2018 进入半决赛之后 赛制有所变化 十个进入半决赛的 登陆腾讯新闻客户端 了解独家精彩内容 关注腾讯新闻出品 腾讯娱乐 更多节目华讯 随时掌握 关注超级演说家学院公众号 学演说就上超级演说家学院 下一季的超级演说家 就是你 微博搜索超级演说家2018 关注节目热门话题 参与更多话题讨论 关注新浪娱乐 更多资讯 早知道 下载兴趣部落 与八千万九五后 为超级演说家2018 送心.call 拖注能量新生活APP 富皇网娱乐 环球网娱乐 中国网娱乐 一点资讯 关爱 音乐新闻 下载U视频 作业帮 一直于 ForeFans All Watch 没有APP 就不要装作 没有立场 对不起 如果把这权利交给我 他的演说就是打动我 否则将取消我的投票权 大演说家 上载U视频 下载U视频 中文字幕 李宗盛